一场经过验证的绝佳进攻战略的演示开始了 首先估算距离 然后分散开来 时都会等待其他同伴各就各威 最后他们从四面八方发起进攻 制造恐慌 驱散兽群 这种伏击基本上无法逃脱 花豹并不害怕这些小偷 但它们会阻碍它的计划 几天来这只猫科动物 在几个不同的隐蔽场所储存了一些肉 这只黑斑岭是在黎明时猎杀的 它太重了 无法搬运到安全的大树上 但花豹必须保护它 不被紧随其后的食腐动物吃掉 通过挖掘地面并在该区域留下自己的气味 可以掩盖肉的味道 这具尸体可以隐藏几天 花豹并不介意吃腌肉 但它并不喜欢盯上自己食物的那些害虫 这个季节对小型捕食者而言 竞争相当激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